在日本根据警方透露 一群包括台湾观光客在内的登山队 三天前在富士山失联 目前下落不明 到底现在的详细情形如何 那么传出的是家属已经到日本求救 详细状况要连线在日本的特派记者邱明奇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根据中间新闻掌握的独家讯息呢 就在刚才日本警方表示呢 这个台湾的登山客在攀登富士山的时候呢 是传出了失联的消息哦 那么根据我们了解这个登山团里面 包括了有美国国籍 日本国籍 以及呢持有中华民国护照 台湾国籍的登山客 那么传出是在三天之前的这个登山团 在攀登富士山的途中呢 可能是由于天后不佳的关系 其中几名团员就跟团体分开了 那么一直到现在都是下落不明失踪 日本警方是已经出动了直升机 在当地来进行搜寻 而基于登山客失踪的人数 目前还在掌握之中 不过呢台湾的家属已经赶到了日本 要来进行了解最新状况 而基于诸日代表处的秘书 也会在明天早上就立刻出发前 往富士山附近来了解 协助需要目前的最新状况 先把镜头交换主